好 今天新聞一開始 我們首先先來關注 臨北好遊林玉宏 她所涉嫌到的 自導自演的被恐嚇案件 今天主角人在凌晨的時候 回到臺灣了 林玉宏她是在今天凌晨五點四十三分 搭乘華航的航班抵達到了陶基 那麼下機之後 隨即就被警方帶到了 陶淵市行大來協助釐清案情 那當然大家也可以看到 她在入關的時候 就被媒體團團包圍 可是她 林玉宏戴著口罩 然後全程低頭也都不發一語 就沒有對外再說明相關的案情 可是這一次林玉宏 她現在回到臺灣之後 恐怕又燒出了更多更多的爭議 尤其她的手機和筆電 當時是有從臺灣帶去維也納的 怎麼現在手機和筆電 警方要查的時候都不見了呢 我們來看到林玉宏她說什麼 她說她必須要等到律師到場 她才會講話 而手機和她的筆記型電腦 在維也納機場被偷了 所以被偷了之後 她有沒有報案呢 我們來看到臺灣警方的說法 警方的說法是 林玉宏聲稱她在維也納的機場 她的手機和筆電都被偷 可是她沒有向維也納當地的警方來報案 懷疑恐怕是有意要來滅政 想要規避自導自演案的刑責 因此確切的案情 目前都還有必要再釐清 所以為什麼她的手機筆電不見 為什麼不報案呢 這邊就有好幾個疑點了 首先第一個疑點 我們要來看到 如果這些手機和筆電不見的話 那裡頭的通聯和電磁記錄 找不到的話 恐怕就失去了重要的證物 這後續是不是對案情的追蹤 會碰到很大的困難呢 以及第二個疑點 她在十月一號出國的時候 也就有 因為在事情發生之後 警方就有聯繫林玉宏 她說她在當時就有說 因為到維也納的考察 是既定安排好的行程 而且當時是說 十七天後才會返國 等於是十月十八號 如果照這個數字來看的話 十月十八號才會返國 結果今天居然突襲 就回到台灣了 這些都是疑點 到底這過程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現在居然連她的委任律師 好像也都不挺林北好遊了 我們來看一道她的委任律師說什麼 請媒體不要再叫林玉宏是好遊 而是要叫她壞遊 因為她壞透了 因為這些關鍵證據怎麼不見了 如果要坦承面對司法的話 那這些手機和筆電 怎麼就離奇的失踪 到底是不是真的被偷走了 而被偷走之後 為什麼又不報案呢 這部分都是警方和檢方 接下來要來追查的重點 當然現在綠營持續在攻擊這件事件 要來轉移焦點也是不遺餘力 尤其民進黨在今天又召開記者會 就宣稱前雲林縣長張榮衛的女婿 也就是桃園市府官旅局的局長周伯瑩 除了是這次林北好遊恐嚇案的 關鍵人物之外 桃園市府的新聞處長羅楚東 他也是雲林幫 讓綠營質疑 國民黨的網軍已經寄生在桃園市府 所以才會變成說 林北好遊一發文之後 這些網軍們就完全都動起來 難道是桃園市府在搞鬼嗎 這個部分桃園市也有了最新的回應 來看到市長張善政怎麼說 直接回擊民進黨團說 你們也太有想像力了吧 桃園市府內的網軍到底藏在哪裡 請綠營明確指出來 官旅局長周伯瑩 自從上任之後就跟外面開的公司 完全切斷往來 這個是一位公務員最基本 應該要做的事情 而另外被點名的 被綠營點名的 桃園市新聞處長羅楚東 他也說指控必須要拿出具體證據 不是靠想像力 還指控張善政知情或者是操控是非 是非常遏制而且荒謬的說法 這對偵破此案的桃園市警局 是非常大的一個污蔑 所以現在包含了張善政 包含了被點名的羅楚東 都來反擊民進黨 因為現在看起來 民進黨就是想要把一整件事件 導引成是網軍操作 是網軍在污蔑他們的蔡政府 問題是大家從頭到尾就必須要把 林北好油的自導自演的案件 區分成兩個層面來看 一個是他自導自演 這當然不被接受 但是另一方面是林北好油 他所踢爆的所有有關於進口 彈的爭議 有關於圖利超私的爭議 還有有關於進口彈改標的食安風暴 這些是真真切切的上演 所以民進黨團休想用一個 是不是有網軍在寄生 是不是有網軍來操控 來移轉掉這些進口彈爭議的議題 所以自導自演是一個 但是食安的風暴 還是必須得要追下去 好 我們再看回來 因為整起案件是林玉宏 他涉嫌自導自演 而現在最新消息是 檢方訊後認為他涉嫌誣告罪 以及衛造文書等罪嫌重大 且有滅政之餘 所以生壓 全身包緊緊一路頭滴滴 一步伐一語 農業粉專 林北好友版主林玉宏搭乘 華航班機從維也納返台 清晨5點43分一落地 就被專案小組借戶帶回 跟許哲兵是不是第一次合作了 壓力太大才想要自導自演 一下機就由航警局人員 交由桃園市行大帶回科針訓問 林玉宏揭發進口彈問題 上個月22號神辰被網友恐嚇 甚至提出告訴 想不到案情驚天大逆轉 爆出根本是由林玉宏 委託藍英黨工許哲兵 自導自演恐嚇案 許哲兵火速遭到收押禁見後 這個月初到奧地利出差的林玉宏 也跨海秀出民進黨證 發文逗欠隨即返台配合調查 針對自導自演恐嚇部分 已經提起刑事告訴 並且道庭作證 因刑法誣告及偽證罪重條署 七年以下有情徒刑 誣告以及偽證部分 都是非告訴南瑞之罪 所以方可以主動偵犯 自導自演恐嚇案 還自己提告 不只涉及誤告 還有偽證罪嫌 恐怕全都難逃 不過林玉宏這把貨 竟還意外往外延收 這個臉書的假帳號 何可恩 傳送恐嚇內容 給林姓版主 大政張開記者會 秀出比跨國詐騙案 還精美的簡報 如今卻傳出桃園檢方 認為承辦警方太高調 頗有為辭 打算牽辦相關責任 只是林玉宏究竟是否自導自演 林北好友恐嚇案 真相為何 還有待監察官 詢問理清 記者劉志展 姚立強 洪玉蘭 SNC小組 桃園報道 林玉宏的委任律師 在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呼籲大家不要再稱呼 他叫做好友 因為他是壞友 而且壞透了 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時事評論員 黃陽明就解析了 林玉宏確實做了 不能原諒的行為 而律師可能對於 被林玉宏拖下水 非常的不滿 才會譴責他是壞友 而這對於林玉宏 未來在司法上面的處理 可能不太有利 今天林北好友這個行徑 可以理解 但不能原諒 連他的律師 他今天說他要等他的律師到場 結果律師到了現場 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都說不要再叫他好友 他是壞友壞透了 連律師都譴責他 這個律師很明顯 對林北好友 林玉宏先生是有怨氣的 他可能覺得 你讓我也上了這台車 害我被罵 可能我覺得這個律師 可能現在情緒上 可能接下來 我覺得林玉宏先生 可能在司法上面的處理 可能不會太有利 第一時間把手機 把這個筆電通通 用遺失為理由 這也不是新的手法 手機加筆電 了不起幾萬塊錢 但是呢 如果今天後面有更大尾的 或是什麼樣的人 被抓出來的時候 那個代價恐怕不是 林北好友可以承擔的 我覺得他現在回國了 面對司法 就好好的去面對吧 即便你今天看起來 我覺得你是心裡面有很多不能說的話 不能被查到的東西 但我只能說遺憾啦 就是這個曾經 你在至少在雞蛋這個領域方面 你提出來的很多建議 最後發現 都發現最後的後果 比如說校旗超標 比如說這個巴西進來的冷鏈斷鏈 很多的保存的問題 品管的問題 都被證實為真了 那最後用這種方式 真的是讓人覺得很遺憾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 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您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d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 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揮件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最高的是 現在已經到達了 不可遷 訂購 有空海 有空海 我最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